各地夹做平衡特区的基民改革用水问题 官党里面前就很厉害 占对着简单做来做的事举这些建设 只要在日立乡的五十村 只做百吨的挑水塔来完工 官党里面前也清新争争争争 当地基民都认为了官党做事真有好乱 在看完后 官党里面前也要求相关团队 要好好为何这些百吨的挑水塔尽比状况 也为何到基民用水的过程安全 八十楼梯 官党里面前清新来了解这座百吨的挑水塔 是不是够坚固 看到里面充足的挑水空间 真的感到很万一 虽然天气不是很好 要是很坚持 要清新来了解五十村民的跟日子来水建设 要今天来探索了 他们这个细水厨做了很坚固 比我们一般的Standless的更好 尤其Standless的最佳是地盘来的油 水就会倒去 Standless的这些水塔 它就会破去 它就会崩溃去 像这个阿玛塔这个比较稳 水地盘来比较快 所以我们这次五山 这个地区 还要去这百吨的煮来水 在他们山区里面 都可以来提供给我们这些基民来使用 我们的山长 他就不会说天然地区他不关心 他就是听到我们地方的新生 这边的潜力自来水不过 他就帮我们争取做一个一百栋的水库 在来听出基民的辞求 官党人民亲民的台独 很口口的伴手好乐 让官民都很愿意 跟官党伴在台港 也都很恶乐 官党人民亲民的健康打拼 所以这里有家来 所以大家在广东都没有困难 平常是要顿着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地区做这样 对地方真的好的帮助 家里没有水 没有水 三个厕所也不方便 煮菜也不方便 就是基民大家建议 我们来找山长好吗 不说好啊 在山长的途征之下 他就完全配合我们 为了协助偏向地区基民 改革用水的问题 官党人民亲自身后 占对赶一直来水的水球 与这些建设 气候也无论外风 也主动前往会下 了解基民进一步的水球 好几遍 当我真心的感兆 记者 杰宏 彩虹 报道